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以及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看讲到健康 很多上班族一下班 最喜欢去百元热草 还有一些加班族 要吃宵夜的晚餐 也最喜欢去百元热草 那在台湾 热草店你会发现 他们有台菜式样宝 葱姜蒜辣椒 一样都不能少 可是偏偏 很多人吃完热草店之后 隔天一早睡觉起来 就会全身水肿 这个热草店 真的相对上 尽管美味 可是它高油高盐高闹 不见得健康 那待会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我们来分享 健康好热草 好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 是医生好朋友 红尔翔医生 女官好 各位长官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生活好朋友 洪淑青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 营养好朋友 许琼玥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 生活好朋友 秦世玲 秦老板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 热草好朋友 本身也超爱吃热草的 柯俊年 柯老大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 热草好朋友 台菜小天王 温国志师傅 热草家 真的 可是树青刚讲热草店 任何东西都会看到 葱 姜 蒜 辣椒 那我个人认为还少一样叫洋葱 没错 你知道比方说有的时候牛肉在涨价 蔬菜在涨价 通通都是洋葱铺底 而且洋葱铺底之后感觉一盘一盘 就比较有分量 然后像我手上这个是我们企划精心制作 健康好生活的热草店 你会发现真的从客家小草 咸淡苦瓜 葱爆牛肉 这一个咸酥虾 草辣 什么公保皮蛋四季肥肠 洋洋傻傻的热草店 真的是很多台湾人 这个下班之后很喜欢的选择 没错光是刚才听念这些菜名 我想很多人应该突然间觉得肚子很饿 其实他们常说 台湾的这些所谓的百元热草或热草店 就很像是台式居酒屋 就日本有日式居酒屋 韩国人他们下班也喝酒 那台湾人下班要喝酒呢 老实说最喜欢去的就是这种台式居酒屋 就叫做热草酒酒 那热草酒酒呢 说实在它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价格实惠 尤其最近大家都知道精气不景气 想要找个地方喝酒 兼骂老板或骂老师的时候 一定要就来这种地方 但是这种地方说实在好吃是好吃 却隐含很多的风险 大家一定要小心挑 那因为我自己本人 以前曾在日式居酒屋做过 所以我必须说 先讲几个危机 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危机就是刚才 那个林光耀讲到 高油高糖高盐这个部分 第一个 因为我们要卖的是什么 卖酒啊 你要知道 在这些居酒屋啊 或者卖热草的地方 真正最赚钱的叫酒水 酒水也赚多钱 那你如果光吃菜老实说 我们的服务生都会想说 这些是来做啥 所以要卖你酒水多 我就要做的重口味 因为口味越重 你会越口渴 你就越想喝酒 这时候酒醋小姐去 你就来两手 所以第一个要担心的是 现代人因为三高的问题 已经很严重 你吃这些重口味 第二天救水种 那第二个东西呢 就是你也是知道 因为服务业的人手难找 所以呢 那些每个人都是 手忙脚乱在用 所以我如果用那种 很贵的杯碗瓢盆 摔掉一个 我就心痛得要死 所以一定要用这种东西 叫什么呢 美奈米 你会看到就是中间有一圈 红色跟黑色 或者有蓝色的印花 这种是最常见在 热草久久的杯碗瓢盆 几乎都是这种 那这种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怎么摔都摔不出 也不会心痛 可是这有个缺点 第一个呢 你会发现有时候 用了很久里面都有刮痕 那美奈米 其实它的原料 是包括我们说的甲醛 跟三 我们以前说三聚氢胺 所以这些东西 如果当它因为 使用过久 或它有了刮痕之后 在这个热草的油下去之后 你可能默默 就会吃到这些东西 这样高油高温 刚好把它毒素融解出来 那之前有研究显示说 如果说我们在高油 我不用油温 我甚至吃一个热的洋春面 的情况之下 他们就发现就会溶出 而且会提高一些 节食的风险 你知道台湾人 有很多节食的危机 所以如果你一旦看到 这些热草店 它如果这个 三聚氢胺的盘子 就是这个美奈米的盘子 已经用了很久 都有裂痕 上面刮痕累累 我觉得建议大家 回家多喝水 真的问一下洪医师 我刚刚讲 热草还有几个状况 常常是高油高盐 然后再来 有一些食材 因为它要平价 所以你会发现 它通常料理的口味 也都比较重 所以假设是 要挑热草店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菜 一不小心 你点了 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讲 还真的是 很有可能踩地雷 对 热草店有一个特征 动作要快 然后又要便宜 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我们怎么好的 新鲜的 很棒的食材 怎么可能便宜 我们讲说老板 绝不会做亏本的生意 那到底它有哪一些地雷 再来提醒大家几件事 第一个叫做 不新鲜的 拿来油炸就对了 我们讲说很多的一些 我们讲说已经到 海鲜类 因为不新鲜的时候 吃不到它的鲜甜 因为这些鲜甜 都被那些细菌 维生物分解掉了 那它你如果说 用一个清蒸的 惨的 大家下次就不来这家店了 因为实在太无味了 它就要用什么 它一定是先 一个叫做高温油炸 只要任何不新鲜的 裹上那个面皮 高温油炸 然后再加上一些好的一些蘸酱 就变得非常的一个美味 那另外一个 我在提醒大家 再去那边点一些 我举例好了 有一些公保鸡丁 公保我们这点 公保其实 除了油炸糖的问题 我们最怕是那一坨花生 大家知道花生很容易长 在台湾这种高温湿热 很容易长黄麴毒素 那在12度以下 12度要保存在12度C以下 可是常常快炒店 很容易把一坨花生 摆在你的火炉旁边 然后这一坨下去 就怕有一些黄麴毒素的问题 那时候大家 我们又喝酒 喝酒也伤干 黄麴毒素也伤干 那所以这除了油炸糖 其实快炒店 还是有一些问题 要特别注意的 真的问一下三位 你们平常在热炒店 快炒店最喜欢点什么 那我比较喜欢点的东西 当然刚才那个 我们洪医师说的 什么宫宝鸡店 我也很喜欢 特别小心一点 最重要的 我认为那个炒拉是最好的 那我们听说 柯老大今天就要来分享 跟大家示范比较健康的 这个咸酥虾 跟这个炒拉 你自己在热炒店 还喜欢点什么 油炸的 一定爱 什么鸡 什么跳跳鸡 什么大漠风沙鸡 然后我会点那个烤的鱼 一夜干 一夜干 然后新鲜的鱼 如果那家店 因为新鲜的鱼 就不能一百块了 就是它有新鲜鱼 我一定会点新鲜的鱼 然后就要怎么弄 就是很简单 就是破步子 蒸一蒸就好了 就这样子 对 素卿平常都喜欢点什么 我呢 第一个我喜欢吃 有金沙裹在外面的 我都吃 我那是什么 跟苦瓜的 或金沙中卷 金沙什么都吃 可是我第二个 我觉得我很喜欢吃什么 就是那种 他们那种虾子 虾子就是那种 虾子就是白酌的 就直接烫的 我觉得那也很好吃 内行 我跟你讲 如果能够白酌的东西 表示都是很新鲜的 食材要够好 对食材要够好 才能做白酌 所以 这家店如果有白酌的一些菜 你就尽量点那些都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常常点都是 葱姜蒜辣椒 加很多的 这是四样堡 一定要的 这我们台菜的四样堡 你看所有的热炒东西 一定葱姜蒜头辣椒 一定都要有 因为就是有这个才有够味 对不对 真的 那我们科老大今天要示范的是 用新鲜的葱姜蒜辣椒 做的咸酥虾 对 一般我来讲 你们在外面吃的咸酥虾 一般就是连壳都可以吃 很酥很碎 油炸的 那必须要油炸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水的温度 如果我是穿上 水的温度最高最高就100度 水滚沸就100度 食物放进去在回温的速度会很慢 所以它就不会 不会那么 不会酥脆 也不会有酥脆 所以它必须要油炸 因为油炸了200度以上 啪一下去 马上下去炒 又好吃又酥脆 对 但是家里面的话 可能就说 常会很多人问我 就说 啊 这炸油不用啊 所以我们就现在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一样可以酥脆 但是油就可以不要用到那么少 对 你看我这个虾 我是买冷冻虾 为了符合快炒店的精神 是 快炒店都一定是冷冻虾 新鲜不好保存 所以干脆买品质好的冷冻虾 反而更好 这个全部都是醋 白醋 它泡了白醋吗 对 我泡了白醋 泡了一个多小时 只有白醋 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只要白醋就好 不用 因为醋可以软化它的壳 也可以去腥 也可以杀菌 也可以保鲜 所以用醋 然后火一定要很大 你不要给我关火 火一定要很大 好 然后这个 热炒就是要热 对 然后我分两锅来做 因为本来快炒店都是有一个油炸 油炸然后再换一锅去 但是我们现在不能油炸 我们就用煎的 泡醋用煎的 哇 那你现在这一个是耐高温的油 耐高温的油 有一点点油煎的feu 对 那这个醋等一下不会残留味道在里面 真的 就焚花掉了 真的喔 那它一定要白醋吗 对 如果用别的醋替代呢 别的醋不好啦 别的醋 其实我跟你讲 别的醋也是白醋当基底啊 对不对 好 但你应该泡了多久啊 我尽量来讲 泡两三个小时是最好的 最好要这个时间 对对对 三个小时 然后你就不要管它 就让它大火直接去爆 让它就是很大的烟这样 因为把水汽跟那个醋的味道 把它弄掉 所以就尽量大火 然后这边这一锅也是一样大火 那我们这一锅另外要做的是这个 另外就是爆香那些东西 爆香葱姜蒜辣辣辣 对对对对 我们就可以油少一点 好 我们的这个虾香果然都出来了 对 而且你真的确定待会不会吃到酸酸的吗 现在闻得到的味道是醋的味道 是 等一下灰花掉了 好 然后蒜头 蒜头先爆 对 蒜头 真的耶 我觉得热炒店都会炸锅 为什么一定要快炸锅 对了 炸锅能打 太有feu了 我们这炸锅 不沾锅不能这样 不沾锅 打算快去 不沾锅刮化的 真的我发现快炒店跟小吃店都是炸锅 对 有替人家在炒饭 对 那个才有锅气 那个有什么冲爆牛肉 这辣椒需要那么多吗 什么烤饭 这辣椒不辣的 好看的 对对对 还有要冲凉 可是很刺激食欲 你那个葱姜酸辣椒 只要一到锅内 香气跟颜色都会刺激你 对然后你看 这样你就是尽量把那个 炒到那个香气都出来 然后这边尽量就不要有水气 对 那个柯老大你表演得非常好 像那个辣椒掉出来 你还把它丢进去 这个很像 很像那个筷子这样做 掉到地上要牵扯 掉到地上不可以了 你倒要抽个烟 你要抽烟了 要喝酒酒快草 这太沉沉 这个时候虾子把它捞出来 对然后把那个水不要 水跟油都不要 对因为咸酥就要酥 那水就不要 就只要捞虾子就好了 所以要让它干香干酥 对对对 真的醋的味道已经不见了 对啊 好香酱的 好香酱的 好香酱的味道 糟糕整个好下饭 对啊 我现在有健康好生活的九九快炒 然后盐用手抓比较均匀 用手抓一点点这样下来 这样下来 所以我在家里头快炒 炒这个盐酥虾也是这个概念 对就是让它干香干香 然后现在抓的是胡椒 胡椒胡椒 因为盐酥虾 那个胡椒用的量很多 我现在这个味道都对了 我盐酥虾的味道出来了 好香喔 现在好像胡椒夹 对 欸 师傅啊 你炒自己在炒虎虾 炒虎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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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太多 然后呢 炒点酒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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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不会倒下来 倒下来 你睡了 没有啦 因为我们这种炉火 还是没有一般的那种餐厅 跟那种热炒店的炉火 那么大那么旺 对 然后把那个酒精 因为酒精灰花的速度比较快 那藉由酒精的灰花 灰花 藉由酒精的灰花 把那个胡椒粉扒得更紧 你想要讲灰花这两个字 可以由请老板 帮你示范一次正确的发音 哦 是哦 灰花 灰花 然后起锅 我们最后再唱的这个是什么 芝麻香油 哦 最后再唱芝麻香油 哦 好香哦 好香哦 好香的 我整个完全理解 为什么快炒店有的时候 嗨 那个香味 真的 然后大家痛快 然后放手 对 他这样一炒对不对 在两个红绿灯前 就闻到了 对 而且有的时候是隔壁桌点的 对 有时候看到隔壁吃什么 我们跟着吃什么 因为我觉得去餐厅常常有这种想法 就是为什么老师觉得隔壁点的 好像都比我好吃 真的 那都是你乱想的 都一样 都一样 口味是都一样的 好看啊 大家今天要示范了 这个台湾人喜欢吃辣 炒辣 炒蛤蟆都可以 但一般来讲辣还比较便宜一点 十颗吃不过瘾 拉一次就一大盘 对不对 吃拉比较好 但是拉你在买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一点 你买的时候 一般来讲贝类保存 我今天教大家保存 一般像我买这个两斤半 你一次拿吃得完 吃不完对不对 像我们现场是绝对可以吃得完的 在家里面一般来讲吃不完 所以你买的时候 有的时候像我去菜市场 要买一把 没有买两把 就给它包来 然后你回去要记得怎么保存 一定要第一个先让它吐完沙 吐完沙以后 你看 我这个吐完沙以后 里面都还活的 上面都还在吐舌头 对 都还有漏 这个我是冷藏保存过的 上面那个有没有 这些全部嘴巴都开了 那教大家怎么保存 你在冷藏你家保存过 来到摄影棚 再泡上冷水 它又火了 又火了 一般常温的水就好 常温的水就好 对对对 你一定要让它干燥 干的 不要有水 不能有水 所以我回家先处理的方式 是先吐沙 吐沙完以后 干净之后呢 干净之后 你就用一个带子 然后把它转得很紧很紧 模拟真空包装 对对对对 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这样 把它旋得很紧很紧 旋得很紧很紧 然后呢这样去保存 那放在冷藏 冷藏 还是冷冻 冷藏 如果你这样的话 用塑胶袋这样包的话 你大概就是可以保存三四天 没问题 那这样子我如果买一批 200块我就可以吃两天 对啊 对啊对啊 那如果你有真空保存的话 一个礼拜也没问题 那如果在快炒店 一般来讲快炒店 它会准备一锅热水 对 然后一个锅子 然后或者是我们直接用一个锅子 先用热水 先汆烫过 为什么要先汆烫过 炒啦 先汆烫啦 你不知道 不知道 很多技巧 不能教你太多 我以为这样子炒一炒 啦啦就打开啦 没有啦 这样的话啦啦炒的时间很长 可以提神 那另外 它可以抑制我们 肝脏发炎或是线维化 对现在人来讲 最怕就是发炎反应 那整个都刚好 第一个帮助杀菌 第二个帮助降低发炎反应 甚至 调节免疫然后抗癌 我们直接用一个锅子 先用热水 先汆烫过 为什么要先汆烫过 炒啦 先汆烫啦 你不知道 不知道 很多技巧 不能教你太多 我以为这样子炒一炒 拉就打开啦 没有啦 这样的话 拉炒的时间很长 还有蛤蜊炒的时间很长 还有它不晓得这一堆里面 是不是有坏的 是不是保证都开口 是 所以它先用热水 先烫一下 烫一下以后再去炒 但是问题是 烫一下我的拉筋就都在吃 对啊 这边的拉筋就没了 所以在家里面 就不要用这种方法 就是我们直接去炒 但是时间上稍微 会比较长一点时间 因为快炒店一般来讲 像温国市以前占快炒店 占七八年了 真的喔 真的啦 我没有骗子 他以前是快炒小王子 真的喔 他一上去就四个小时不要下来 所以要上去以前先尿尿 先做好 上去就四个小时不要下来 比录影还累 好 然后这个 一样加一点油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加的油 跟快炒店的油 是不能比的 因为快炒店的油 还是比较多一点 我们现在加的都是耐高温的油 对 然后我们先 一样一样一样过来 好 爆香 爆香 热炒店它全部一起爆香了 对 但是我是希望就是说 好 分开爆香会更好 看好大家顺便分享一下 耐高温的油有哪些 你今天加的是葵花油吗 我用葵花油 那葡萄籽油跟苦茶油 也相对比较耐高 对也是耐高温 但是苦茶油很贵 对 全部用苦茶油是很划不来 还有玄米油也是 玄米油耐高温 对 还有葵花油 葡萄籽油都是 所以有些人煎鱼 就会用玄米油 对 而且中餐来讲 就它比较 不会有油本身的味道 好 那我们看老大一样 台菜式样饱 葱姜蒜辣椒 一样都不能少 这是一定要加的 那没有加都没有台菜的味道 真的 而且加完之后 炒任何东西都合理 对 现在放鸡肉合理 放牛肉合理 放青菜合理 对不对 他连放熔猪都合理 真的 龙猪你也知道 不错 然后豆瓣酱 因为它因为所有的鲜味都不见了 所以一般来讲这个会炒重味道 真的喔 对 然后这个就是酱油膏 用酱油膏比较能够巴附 那如果我用蛤蟆也是一样吗 对 炒法都一样 热炒店又开了 真的 有 糖 老柯酒酒快炒 真的好有feu喔 下来 这感觉真的又很下韭菜 真的超级 而且为什么下韭菜都中咸 都是要刺激你多喝一点酒 对不对 就刚淑欣不是讲吗 他在伊萨卡亚工作过 伊萨卡亚就是居酒屋 就是主要是卖你菜 不是在卖你菜 是卖你酒 酒水才好赚啊 然后加点醋 加点醋 这是乌醋 那这个要盖上锅盖吗 这个盖上锅盖的话 它的 它就是开的会比较快 如果你不开锅盖的话 就开的时间会比较慢 家里面就是看你啦 你有锅盖的话 我觉得盖一下 好 速度会快一点 是 这现在都还没开嘛 对还没开 因为它冷却下去 所以我们把锅盖盖上去 可是问一下琼悦 大多数的热炒店的菜 实际上总热量都不低嘛 对啊很可怕 因为通常我们去热炒店 有些人是会点白饭 可是大部分还是会点个炒饭 或是炒面 而且其实像这种炒饭跟炒面 其实本来的热量就不低 大概五六百卡 但是呢为了要让你口味更好的话 通常还会再加沙茶酱 对 那沙茶酱它一大匙加进去 就将近傍晚饭的热量 大概一百五十卡左右 所以你会想像就是那一盘炒面 就用大概七八百卡都跑不掉了 这个是我们在热炒店很容易 就是会吃到高热量的部分 那第二个是什么 糖醋 对 糖醋跟会 就是会去用到那个 那个太白粉的部分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要特别留意 而且这还有一个陷阱 就是通常如果要做糖醋 之前都会先再炸过 对 所以你会变成你吃到很高的热量 所以这个都是隐藏在里面 而且其实像那种太白粉 其实它是属于比较精致的淀粉 那个如果有三高 就是糖尿病的人 如果吃到这种勾芡 或是会的方式 其实都很容易让我们的血糖上升 会让我们的血糖造成那个波动会比较大 对糖尿病的人是不太好的 老大我们这锅好香喔 你看旁边已经冒烟了 表示已经开了 好 现在开给你们看 是不是都开了 然后这时候呢 米酒这时候再下 不要太早下 要有一点酒的味道才香 对 热炒店最后都要呛米酒 真的 然后呛一点米酒以后 九层塔 一样这时候还是大火 然后九层塔放进去 九层塔 这感觉汤汁如果拌饭一定超强大 热炒店白饭不用钱 真的 是是是 然后旁边有那一锅滷肉燥 那你自己加 好 再来一点香油 香油 一样稍微给它拌一下 对 这保证我跟你讲两手了 真的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我们柯老大这个咸酥虾 真的连虾壳可以一起吃 非常好吃 虾壳都软了 而且它的葱也很好吃 我要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知道 这台菜四宝都有些特色 第一个 不论是蒜素 或者是我们的寒流 我们葱里面这个寒流化合物 或者是呢 像我们浆里面这些浆素 它的成分都刚刚好 第一个帮助杀菌 第二个帮助降低发炎反应 甚至调节免疫 然后抗 所以对现代人来讲 最怕的就是发炎反应 跟一些心血管的问题 那他们试着像辣椒素 我们认为说 可能有一点点对心血管 是有帮助的 所以你在吃这个汁 像聪明的如我呢 让大家看一下 碗里面就是要这么多 就是辣椒跟葱 你不要只挑那个肉的部分吃 因为辣椒跟葱 它刚好也这个东西 帮你稍微横平一下 你吃了太多油腻跟高油咸 而且洪医师炒拉 那个拉 相对也是一个蛮好的 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对我们去快炒店 实在油盐糖 几乎都避免不了 那我们就选一个 比较健康的食材 像刚那个蝎 就是一个很棒的食材 我们常常在最近 其实很多流行 那些保健食品 喝什么蝎精 很多人喝醉酒 也来一瓶蝎精 要恢复疲劳 也来一瓶蝎精 我想说蝎这个东西 它的营养成本有什么 它为什么可以恢复疲劳 我们后来发现 蝎精里面它很多一些矿物质 那有一些必需氨基酸 还有一些像矿物质 像一些银 铁 钙 钙 还有一些 我们讲说有一些 牛黄酸 还有维生素B1 B2 这些事实上都可以恢复 我们的疲劳 那里面还有一个 游离氨基酸 叫鸟氨酸 鸟氨酸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后来发现 我们疲劳 跟我们肝脏有一个 叫AMMONIA 叫氨这个累积有关系 可是鸟氨酸 到我们的肝脏 有一个叫鸟氨酸循环 它会把我们这个氨 给分解掉 所以吃蝎精 的确是可以吃蝎 可以提神 那另外我们一直在讲说 它为什么对我们肝脏 其实很多学者在研究 蝎到底有没有抑制我们肝炎 抑制它肝纤维化 后来发现这是台湾 一个国立海洋大学的 一个教授他发现的 他发现 他有一个成分 大家以为说是那些维生素 什么B1 B2 造成肝脏的那些抑制 他发现 后来发现它是有一个叫植物固存 他发现这个植物固存 可能是来自于藻类的 倒不是动物 可能是那些 它平常在 活在那个水里面的时候 在吸那些藻类的一些 所以吸了很多这种植物固存 那些植物固存 它可以抑制我们肝脏发炎 或是纤维化 所以蝎你说 同样我们既然要吃到那些 比较油盐糖 你可以多吃一些比较健康的 保护肝脏的食材 蝎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快炒小王子 温国志 温师傅 听说你要分享 这个空心菜炒牛肉 是的 是的 那还要再分享 这一个糖醋肉 好 听说你快炒店炒了7年 对对对 好厉害了 快炒店 那我们今天是用 比较健康版的手法 那首先呢 我们用这个牛肉片 牛肉片当然也是 一分钱一分货 那我们用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是一般火锅肉 对对对 好 就是腿肉片 那这个牛肉片的部分呢 我们今天选用这个 凤梨酵素来做一个腌制 那它的量不能太多 所以直接把凤梨压碎是不是 对 压成汁啊 这样子 你为什么没有给它捡回来用 因为会碰到我 这个量不能太多 如果以这300克的量 一两滴这样就够了 真的喔 因为它那个很长 你没有说到底要喷几次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酵素的部分 所以我在家里头 就是直接一小块的凤梨 把它压成泥就好了 对对对 好 那我们把它 跟肉稍微拌一下之后呢 我们加调味料好 酱油 酱油 酒 酒 还有我们的少许的糖 好 对 那就稍微抓它一下 对 加一点水 不过因为我们今天挑的是 比较薄的肉片对不对 所以它相对要抓 跟要入味的时间就会比较快 比较快速对 然后我们加 调味料 拌匀之后呢 我们加蛋液 因为蛋液可以软化 包覆肉质 所以一点点的蛋液 对 那一样稍微把它抓一下 对 所以我在家里头 如果是炒一样的肉片 就算不是牛肉 是别的肉 也可以做类似的手法跟调味 是的 是的 也可以做 达到这样的一个功能性 我觉得文国智今天一直 很不想坦诚 他过去在快炒店 这七年的经历 为什么 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是在那里有一些 不快乐的过程 不快的过程 不快的过程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 可能是什么 他很担心我们一直叫他说出说 那快炒到底有什么黑暗的地 对 他就很担心我们触碰到那个部分 他到底会被看破 哪有黑暗 没有黑暗 很光明的 很光明的 都透明厨房 都让客人看到 真的 对 我们那个花生也是直接让你看到的 对 好 然后我们把它抓拌均匀之后 我们现在好要来炒一下这空心菜 好 不是会单纯是省钱 我觉得健康也大概是1比5 你吃一口牛肉 你就吃五口青菜 其实空心菜它真的是 三高的好朋友 不管是高血压 高血糖 还是高血脂 都有它的好处 肋黄酮 它可以避免我们血管的一些 制有机的破坏 所以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很光明的 现在快炒店都很实际上 都透明厨房 都让客人看到 真的 对 我们那个花生也是直接让你看到的 对 好 然后我们把它抓拌均匀之后 我们现在好要来炒一下这空心菜 好 那我们今天的炒法里面 我们一样先把锅子把它加热 然后加入油 好 这个叫水油炒法 水油炒 锅中加入油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空心菜 直接入锅 然后我们这个水 准备一个这个热水 那你这个 因为我们要快速的话 这个锅子的热度 一定要稍微热一点 是 所以连水都要热水 对 然后锅子的锅热 跟油热跟热水一起加热 对 这样子快速的话 可以保持我们这个 它的翠绿 翠绿 然后营养成分流失也比较少 我们在那个 餐厅的话 都会一盆高糖 这边直接挖过来这样子 对 好 差不多我们 菜先下好 你一定要这样的声音 这个有像我阿嬷在炒青菜 对 菜下来之后呢 我们要快速拌炒 快速拌炒 喔 小王姐 小王姐 然后炒青菜好 一定要注意就是说 刚刚那个水的量 刚好挥发 这个青菜炒完水分挥发 这样是最标准的 所以就能很干爽 对 你有觉得我们锅子很重吗 你有觉得我们锅子很重吗 我们的锅子比这个更重 然后我们这边很简单 我们再 如果快炒店 会加一点大样的味精 还有盐 我们再加盐 味精不是坏事吗 味精不是坏事 我重新再讲说 快炒店 它只是一种鲜味的来源 它的学名叫做福安酸辣 对 那有些人会对它过敏 所以会有中国餐馆症候群 那是因为福安酸辣 有时候会到 比如说有些人会头痛 是因为它造成一些 脑血管的扩大 但它完全就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福安酸辣 你平常在什么 其他的食品也吃得到 好 师傅你的青菜已经炒好了 对 青菜炒好了 真的是 漂亮 翠绿 就比我们 比我们家那边炒的 还要更新鲜 好绿 而且目前为止 你没有加调味料 有有加一点点 对 我的意思是说 没有那种蒜头 辣椒 别的那种 对啊 为什么 那种新香料 它的重要的东西 在上面的牛肉 它只是秤底 牛肉很贵 用一点蔬菜来秤底 全部都牛肉哪滑得来 对 卖你一百块而已 最了解 好 然后我们现在 要来炒牛肉 对 那炒牛肉的话 我们最主要 我们在餐厅是 大量的油去做一个 滑油 油炸吗 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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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跟刚刚 那个盐酥虾一样 它的虾子跟牛肉 都是过油 只会维持它的口感 两种方式不一样 虾子是油炸 是很高油温 然后丁丁油炸 然后牛肉呢 是用比较低温的油 去滑油 滑过以后它才会嫩 所以这个叫低温的冷油 滑油 这道流程叫滑油 就是玉手 那我怎么知道要滑到什么程度 对 牛肉变色就可以了 那因为它是肉片 它也变色的快 对 那温国志 我还是要碰触一下 你过去不堪的过去 没有不堪 不要这样 你知道电视前面 我师父在看电视 就是 依据你快炒小王子的经历 就是如果我们去一间 我们不熟的店 当然有些店家你已经很熟 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很可信赖的店家 我如果去一家 不是很熟悉的店家 我也不知道他是一个 很有信誉的 有什么菜 你是建议我们菜鸟客人 建议不要点的吗 菜鸟客人不要点的 就是你们不知道这间店 是有良心 有良心的健康之下 有什么菜最容易 你不要 你不要 太厉害了 还是尽量少吃 这个问题 我们那个科老 待会回答 好不好 这个 我做一个提示 因为我常常去快炒店 是 其实像刚才我们吃那个 科老大炒的 那两个是真好吃 可是味道重了点 好像不配饭的话 好像吃不多 对 可能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到快炒店 有个重点 就是如果我们四个人去 每个人都点一样 不要一个人点四样 一个人点四样 胃口会偏掉 对 就偏他自己爱的那个味道 是是是 你一个人点一样 吃的也会比较均匀一点 对 就喜欢吃的多吃一点 不喜欢吃的少吃一点 所以一般来讲 菜单拿过来 你先画 画完了画你画 画完了画我画 一人画一个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既公平 然后又比较 分享美食的一个方式 好 我们锅子稍微加热 然后呢 锅中加入油 然后我们要爆香这个新香料 那今天我们是 比较健康一点的 所以我们炒这个 葱爆牛肉的手法 好 好 葱姜蒜辣 这个新香料都一定要夹 好 所以我们刚刚先水炒 空心菜 然后把牛肉滑漏出来 那现在要葱爆牛肉 所以就需要大量的葱 所以四宝是放在这里 你放的四宝跟科老大也一样 对 大量的新香料 这台菜的四宝一定都一样 对 一定要变香 变香 所以那个台菜师傅 我去做久了之后 常常有几个职业病 对 第一个是他们的气管 通常都不是很好 因为这个是在太师傅 有耶 对 第二个是他们很容易 那个叫碗隧道症候群 因为经常那个 一直在这样一直动 这里会产生一个 这要压迫到你的症中神经 那这要怎么救 这个 我得过 那怎么救 这比较严重的 要把那个碗隧道给剪开 它就像一个 它就像一个 橡皮筋把你的神经绑在一起 你在那边发炎的时候 就把那个剪开就好 它整个就松掉了 那另外一个 就是因为离炉火太近 然后容易 对 容易不孕 容易不孕 真的不孕 真的 但是温国字生三个 所以你要讲出来 他这个时候来快炒店 所以你要快炒店 对 我要生更多个 你看他生三个而已 所以温国字炒菜的时候 都离炉子很远 你知道吗 好 那首先我们这个炒完之后 我们锅中要加一点酱油 酱油 好 出一下这个锅 还有我们的这个糖 糖 快炒店真的不能怕火 真的不能怕火 加一点水 好 可是其实除了快炒 就是说我们厨师之外 其他可能会有高温造成 比如说精子活动力降低的 其实包括第一个 现在驾驶 那种职业驾驶人 他长期久坐他也容易 就是影响 那有些人非常喜欢泡温泉 那种越热越好或什么 他也容易伤害 甚至之前那种十棒的选手 大家都想 我那么会跑 精子一定很会跑 没有他们长期穿那种 很紧身的裤子 或干嘛也会影响 好 师傅你刚刚 在炒的过程当中 加一点酱油 最后也加一点香油 是 半炒店 然后再把最后放一点葱 葱爆牛肉就好了 对 这样半炒店就可以 好香喔 然后这个葱绿再摆下来就可以 我们在快炒店吃的 葱爆牛肉 葱爆羊肉 都是这样子葱爆 葱爆猪肉也是这样 是的 所以为什么刚刚空心菜炒的过程 不会加大量的葱姜蒜 对不对 那现在主要的调味是在肉上面 是的 哦 这样 完成 好 接下来文徐夫也要分享一个 热炒店 快炒店 非常受欢迎的糖醋排骨 是的 是的 好 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软骨排 我们把排骨的部分把它加下来 好 好 排骨加下来之后呢 我们要加调味料 这个少许的糖 好 加一点点的糖 我如果不是吃软骨排这个部位 我如果吃里肌肉或者别的部位 也是一样的做法吗 里肌肉的话 一般是用 如果是在快炒店 我们是用后腿肉取代 后腿肉 对对对 因为成本的问题 哦 对 好 我们加一点盐 加一点盐 糖 酒 稍微腌一下 抓麻一下 把那个水抓到肉吸收 刚刚那牛肉也是嘛 对 它那个嫩的方法有很多种 就是里面薄油水分 为什么它要去滑油 就是让水分去锁住 所以它才会嫩 这也算是一种按摩嘛 对对对 就是把那个 我们讲就是打水了 打水 把那个水把它打进去 那它肉保湿嘛 对对对 保湿的概念嘛 那保湿就比较嫩肉了 对 然后它现在加的是面膜 对 蛋汁是面膜 精华液 你湿漆在里面 要有面膜保护起来 现在是保湿精华液 是是是 保湿精华液 玉米粉 好 玉米粉是要勾芡嘛 在最后定妆的蜜粉 对对 定妆 然后让它的那个水分 都留在这样一个肉里头嘛 是 一定要用玉米粉吗 用别的粉呢 不然就是加一点面粉 玉米粉或面粉 让它有一层薄薄的面衣 好 面衣的部分可以让它吃起来 会比较有点酥脆 酥脆 那外头很多糖醋排骨都要油炸嘛 对对对对 我们温师傅今天要分享示范的 这个是不需要油炸的版本 是健康版的话 你的面衣的薄度 就不要太厚 这样子 好我们给镜头看一下 大概是这样子的厚薄 那大家可以斟酌 好 所以面衣只要这样就抓入味了吗 是 好 然后现在我们用一般糖醋排骨 我们也是要用 在餐厅的话都是用炸的 对 大量的油下来炸 那这边我们用少量的油下来煎一下 好 我们现在用煎的 对 那可是要煎的话 是不是也是要热锅热油 热锅冷油之后呢 这个油很快就上 温度升上来之后 我们再把排骨把它摆下来 请教一下秦老板 听说以前张爱玲说 这个上海女人像粉蒸肉 是 广东女人像糖醋排骨 糖醋排骨 这里面有一个道理 这个广东女人讲的就是香港女性 那这个上海的女性 跟上海这个上海滩上的女生 都是中国算是领导风潮的 对 当然相互之间当然就看不顺眼 所以张爱玲有提到这一点 就是他认为糖醋排骨 就是没有什么质感 他认为粉蒸肉 那个比较饱满 感觉是这样 那这个我们厦门人就不同意了 我们厦门人在吃什么肉 但是我们厦门人 我们从这边 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出来 其实张爱玲子 他们在那种奢华的上海胎里面 他们对于这种美食的这种要求 非常之高 我们举个例子 像最有名的那个陆小曼 跟这个徐志摩 陆小曼他一天就是要 如果要宴客的话 他大概要花150块到200块大洋 你知道吗 一个公务员差不多是5块钱 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一个公务员的薪水 5块钱 所以上海的女性 非常非常的奢华 所以我最近看了一个电视剧 《风火佳人》 它现在是在我们年代电视台的Match台里面 还有我们这个伊仲台 他也在上演 这里面就讲到 所以在这个大家族里面 这种宅斗 对 怎么样去跟别人真名夺利 有一些爱恨情仇的故事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会很喜欢 不过真的要讲 富过三代才懂吃穿 对 所以吃跟穿有些更细致的 真的是要富贵过 这就是贵气 贵气含有三种元素 第一种就是生活的品味 第二就是学士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知识 如果你对上海女性 她们过去在民粹的生活有兴趣 不妨看看这个电视剧 对 这个是我们年代Match台的 这一个经典大戏烽火家人 是 讲的就是大上海上海滩的 这一个爱恨情仇的故事 是的 那富贵人家 这一个大户人家的 你在剧中可以看到 当时在上海滩 这些豪门剧族 他们平日是怎么样生活 真的 这个就是可以讲说 给我们做一种比照 看看现在 我们现在台湾这个社会 或者说大陆这种上层社会 他们是不是也在演这种勾心豆角的戏 真的 豪门念客跟我们吃热炒不一样 你知道在上海 先吃饭的时候先来八小蝶 对 就冷菜先来八小蝶 那八小蝶已经占满你整个桌了 什么小蝶都这么大一盆 对 但是冷菜才是功夫菜 在上海菜里面冷菜才是功夫菜 能把这个菜用凉菜来表现的话 他需要下到多少功夫才有办法去做这个冷菜 真的 那个本邦菜 就是上海菜就算本邦菜 本邦菜的那个精致小管 它的那个座位都不多 大概可能是四五座 对 不会说摆个三五十座 没有 很小 然后很精致 然后那个厨房就是很小 然后这个一应俱全 对 那师傅做出来的菜 他还跟你说化香肠 会 非常棒 那我们温师傅的糖醋排骨 也煎到上色 所以只要维持这一个油温的一致 然后用煎的也可以上色 而且多余的油一样可以把它沥掉 沥掉 对 所以它相对上就不用油炸的油腻 我们师傅这个没有油炸用煎的也是煎到恰恰 对 那它就可以维持它的表皮的酥脆的口感 那多余的油就把它沥出来 沥出来 好 那我们锅中留少许油 同样的呢 我们来爆香这个辛香料的部分 好 来 一样是蒜末先下去 对 蒜末跟姜末 好 糖醋排骨也是公猪菜 那再来姜末 姜末、蒜末 温师傅你炒七年 有没有碗醉到正后去 还没 可以再拼个十年 好 那我们温师傅炒香的蒜末跟姜末 再加番茄酱 对 那番茄酱一定要用热锅来炒 炒到那个香气去 好香喔 对 然后我们加酒 有糖醋feu 酒跟白醋 酒跟白醋 番茄酱酒跟白醋 对 糖 糖 这小朋友一定爱吃这种口味 番茄酱酒跟白醋跟糖 听你讲用这样的炒法才香 对 很多人在教说 我们做一个一碗中和调味料 有没有倒进去 那个就不香 要学文国之中的方法 好我们的排骨加香 好我们的排骨一样下去 然后凤梨 新鲜凤梨 新鲜的凤梨下去 还有我们的这个小黄瓜片 好这样拌炒菌 再让我们的寿司裹上我们的排骨块 对 哇 拌炒菌这样子 我一直以为糖醋排骨只有糖跟醋 oh no 原来还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 主要它的颜色是番茄酱 好那我们的糖醋排骨就上菜了 哇文文师傅的这个 葱包牛肉跟糖醋排骨都好好吃 葱包牛肉的肉还软嫩 所以有滑肉真的有差 嗯 滑肉真的很重要 然后它最厉害的是 我觉得很奇怪 刚刚我在想说 它这个纸排没有腌很久 就这样抓腌而已 对不对 担心说它会太硬 可是不知道是因为我挑到的 部分比较小块 它其实还蛮软的 对 还蛮好入口的 所以想不会我们快炒小王子 还是有它功力的 真的 是 我要补充一下 其实这两道料理 都是红肉料理 对 我们讲葱包牛肉 还有我们的那个糖醋排骨 一个是牛肉 一个是猪肉 那大家一直想到 又是红肉 大家会不会很担心红肉 事实上红肉一点都没有醉 我们讲红肉 其实不要担心的是 即使是瘦肉 它含的油脂都有10% 那我们想说在以前 那个说逢年过节 才能吃到肉的 那时候他们吃大 不会有问题 可是我们现在每天都在吃餐厅 每天都在吃好吃的 变成说容易有一些 营养过剩的一些问题 饱和脂肪酸过多 就会造成一些 心血管 脑血管疾病 所以要像那个 温国志师傅这样子 其实我们刚刚讲说 刚刚我看到那个叫 那个牛肉 冲爆牛肉 事实上那菜一大堆 肉只有一点点 不是为了单纯是省钱 我觉得健康也大概是1比5 你吃一口牛肉 你就吃5口青菜 它可以把你的那些油脂啊 什么包覆 然后从大便排掉 所以可以 其实快炒店还是可以吃 只是你要聪明的吃 真的 而且我们师傅挑的 不管是空心菜或者是凤梨 也都是现代人来讲 非常好的食材嘛 对啊 因为其实像刚刚看到有很多的空心菜 其实空心菜它真的是三高的好朋友 不管是高血压高血糖还是高血脂 都有它的好处 那其实像空心菜里面就有一个 很类似胰岛素的一个物质 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糖 然后稳定血糖 那里面呢 也含有非常丰富的钾跟钙 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 沥水沥尿 所以有高血压的人呢 其实补充空心菜也很好 然后再来一个 它有一个类黄酮素 就是类黄酮素 它可以避免我们血管的一些 自有机的破坏 所以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所以空心菜呢 就是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都能吃 而且它又富含膳食纤维 所以不管 每天吃一斤 那刚刚是谁聚吃的 是谁 所以空心菜 其实对现代人来讲真的很好 对 就是说它对现代人有三高的状况的 或者是膳食纤维不够的 其实它非常好的选择 而且它补充钙质 对现代人有一些人可能骨质疏松 或者是钙质的摄取不够 都是很好的食材来源 对没有错 那秦老板吃的喜欢吗 今天我非常开心能够吃到两位名厨的这种大菜 然后真的不输那个五星级饭店 真的 这我感觉好像应该不是什么一百块草 真的 所以不一定要像陆小曼这样 是是是 我们在家里头吃家宴也是蛮好的 但是吃了美食以后 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视觉美食 也就是说我们去了解一下 在上海滩那个大时代里面发生的一些故事 所以大家不要忘了收看我们风火佳人 好 这个敬请大家准时锁定年代 March台38台风火佳人 每周到周五晚上8点准时跟大家见面 那最后呢 洪医师也给观众朋友一个健康小叮咛 是的 其实我们去吃这种百元料理 还是可以健康吃 这关键在于你点菜 在于烹调的方式 大家还是点那些清蒸 水煮 凉拌 或者说甚至烤都比那个油炸好 因为油炸实在是太多 吃运太多的一些毒物 那还有几点提醒大家 其实第一个生鱼片尽量不要吃 因为那边的食材 其实你说百元料理的生鱼片 这个比较容易 这个是大家注意 第二个我们在吃 就是如果点那些什么凉拌类的 凉拌竹笋 可能那个沙拉可能就少一点 本来凉拌竹笋是很健康 可是因为那个沙拉进去 你又吃了一堆的东西 那一些我们讲说 有一些比较容易腐败的食物 如果你闻到那些 像比如说他们讲这个鱿鱼类的 鱿鱼类有时候不好保存 他们会加了一些添加物防腐剂 甚至发泡定 就是把它发胀的像一些磷酸盐等等 所以如果闻到那些味道不大对的 当然就不要吃 那大家记得这几个原则 去吃那些百元料理的时候 就会比较健康一个原则了 好 谢谢洪医师丁玲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乐草的食谱 也都会PO在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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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